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Sketchup全能顺利设计师养成班 这里呢是我们第一部分方案推敲建模篇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Andrew 我们这一节呢是这个第八章 主人卧室一张设计推敲的第六节 这一节呢我们深化一下 主人卧室一个地面 主人卧室地面非常的简单 其实就是铺木地板 我们估计用30秒就讲完了 那这里呢它的一个要点 就是我们贴贴图的时候 如何能把这个贴图呢 这个比例给搞清楚 那他需要注意的还是这几点 那么这个卧室空间地面很简单 没有这个不同的材质的一个收口 对吧 好 那我们快速的演示一下 好 那我们给这个地面贴贴图的时候 首先你先要找到一张 这个牧师面的一个贴图 对吧 然后呢我们贴给他贴给他的时候 我们发现啊这个木地板啊 这个贴图啊 这个比例太小了 对吧 那我们呢可以啊 你可以在这个边缘的地方 给他画一块我们木地板常规的一个尺寸 那我知道的呢就是这个900 乘以150 这是算是我们的一大块 那我们呢就可以在这里给他调整一下这个贴图 对吧 那这个呢算是我们的一块 好 再给他放大一些 好 还差一些 好 这里呢是不是刚刚好啊 用我们这个缝对上 好 回撤一下 然后呢其他地方也一样啊 贴过去把这个线删掉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木地板的一个笔地啊 就确定好了 对吧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木地板的这个接缝啊 稍微的调整一下 好 比如放到这里 好 那我们这个地面这个完成面啊 就做好了 然后还是nscape啊 我们看一下 对吧 这个地面啊还是不错的啊 也是这个阳光照进来这个感觉 好 我们这一节这个主人卧室地面的一个 西部深化啊 就讲到这里啊 因为这个房间的地面啊实在是很简单啊 所以说我们这块讲解的时间也比较短 那这里呢感谢大家观看啊 我们下一节再见 下一节呢我们深化一下这个天花 万吞 仍然消息 一边 搅拌 一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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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边